5年2.39亿,欺薪4130万美元,25岁神兽第二次赶上涨工资NBA今日讯。根据记者Sams Sheraney报道,NBA已经通知各支球队,未来两个赛季的预计工资贸合奢侈税限,值得一提的是,2019-2020赛季的预计数据未变,但2020-2021赛季的工资将上调1.5%、200万。 这意味着又有一批球员将得到涨工资的待遇,其中最受益的当属安东尼·戴维斯。戴维斯的合同还剩下两年,但在明年休赛期,他可以和球队提前续约,新合同正好会在2020-2021赛季生效。 按照调整后的工资贸计算,戴维斯可以得到一份起薪为4,130万美元,累计5年2.39亿美元的超级合同。 4,130万美元意味着什么?如果戴维斯最终和球队签下这份合同,他就将在2020-2021赛季,成为NBA年薪第二高的球员。 新赛季年薪最高的是库里。他在2020-2021赛季,的年薪位4,301万美元,依然是联盟最高。 新科MVP哈登,他在这个赛季的年薪,将达到4,082万美元,威少得为4,101万美元,联盟第一人詹姆斯,他的年薪为3,922万美元。 值得一提的是,戴维斯未来两个赛季的年薪分别为2,543万美元和2,709万美元。 也就是说,戴维斯将直接越过3000万美元,直接来到4,000万美元的档次。 对于戴维斯来说,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赶上工资帽上条了,作为2012年的壮远郎。 戴维斯在2015年就和球队完成续约,不过这份合同要等到2016-2017赛季才可以生效,而2016年休赛期恰好是新转播协议生效的时期。 连续两次集体掌心,戴维斯都赶上了,这运气不得不服。 不过,戴维斯也未必会和提胡续约,今年休赛期,提胡放走龙多引起了戴维斯的不满,前者上赛季在球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 也正是在他的协助下,提胡才成为最大黑马,一路闯进西部四墙。 而今,提胡似乎又回到了龙多加盟之前的状态,新元小佩顿能起到龙多穿针引线,穿连全队的作用吗? 如果提胡新赛季的战绩不理想,龙梅哥戴维斯或许会拒绝去约,对于这样一位超级大前锋来说,荣誉可能比赚钱更重要。 谢谢大家!